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S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小刚非常的特别 今天要讲的表是吸铁城CITIZEN 所以今天小刚也带着自己的CITIZEN的这个Fugu ProMaster 这个是第三代 这个是限量全夜光的这个表盘 44mm的这一款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一款表 那上一集小马也有提过 这一款表会是非常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的一款表 而且这个它的配置啊 规格性能真的是 可以说是一代比一代更强 尤其是今天这一款它的开箱更是比之前的更特别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看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就是这个吸铁城CITIZEN的这个ProMaster Fugu Mk4第四代 那小刚手上带着的这个就是44mm的这个第三代 那这样要讲的就是2021年全新所更新的这个 第四代最新款的这个Fugu 那其实这一款表它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 叫做这个钢铁河豚 那当时候以前啊 我就是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名字 而喜欢上这一支表 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好听了 钢铁河豚 那钢铁就好像钢铁人这样子 哇非常的霸气 那其实这个Fugu 钢铁河豚 它是90年代哦 它的第一代就已经是有了 所以在这个吸铁城这个品牌里面 是非常有历史 非常有故事的 而且在CITIZEN这个品牌当中是非常火的 而且这个话题性也是非常高的一款屌 所以想看回第二代跟第三代的这个测评的话 可以在小刚的影片里面 这个频道里面找一找 所以像我们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一下它是这个开箱有多特别 这个第四代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四代 ProMaster Fugu 钢铁河豚 2021年的款式 开箱有多特别 你看它整个表 这个表合 哇它这个跟之前有一些不一样 它颜色是换的这一种铁枪色 在这个表合 而且它还是一样用的这个氧气筒的这个造型 整个质感是非常的好 那个它用的这一种 它的这个塑料是非常的硬的 拿在手上是非常的扎实 那这一些伸缩绵 它里面的一些塑胶一些部分 防滑的这一些保护 保护的这种塑料 用的全部都 这个手感真的是 小刚把玩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手感 那跟之前 它只是不单只是做表不马虎 它这个表合也是做了一点都不马虎 那今天2021年 全新的这个Fugu 这一个款式第四代 它还配了这个 你会看到它有另外一个小盒子 它这个盒子质感也是非常的好 那打开之后 它就是有这个保卡 而且它有个硬币 这个金色的硬币 就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帕弗仪 这个河豚 它这个限量的这个号码 1989支 那这个金币 这个号码是跟着这一支表的 所以这个金币也是非常的独特 非常的有意义 它是完全独一无二的 就是你每一支表 什么号码 那这个金币就会刻上 这一支限量的这个号码 在这个硬币 这个金币上面 这个 后面刻着一个ProMaster 哇 这个真的是小刚有点羡慕 都记啊 因为小刚第三代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 那这个硬币 哇 你真的是拿来做摆设装饰都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它这个保卡的部分 你有看到Certificate of Authenticity 那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它写了这个 它这个限量的这个号码 然后这个型号 这一个就是它这个保卡 哇 完全跟之前都不一样 整个表就是很有这个诚意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好 接着下来小刚先很快速的给跟大家分享一下 全新这个亚洲限量版 Asia Limited Asia Limited Model 2021年 第四代的这个ProMaster Fugu 钢铁河豚 它有哪一些款式 更改了哪一些 它一些配置 你会看到主要它其实 小刚方向图 主要有四款 这个NY0130 定价马币是2020 那它是用的这个全 不锈钢银的这种 我们口中所谓最普通 款式这种最经典的 它配的这种黑面的 黑色的这个表圈的 那再来就是NY0135 马币2310 那主要它是用的这个 整支表头跟表链 这个钢带的部分 它是用的配的这个颜色是这一种 PVD的这一种铁枪黑 比较它又不是全黑 有一种黑灰的感觉 这种戴手上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非常有煞气 非常的有心 在下面有这个NY0138 它是用的这个夜光 全夜光的这个表盘 它这个面盘 但它配的这个表刻也是一样 用的这个全黑的 这种铁枪黑的这一种 马币是2310 还有最后一款是NY0139 也是一样用的这个全黑的 这种这一个表盘 然后配的这个 铁枪黑灰的这一种表刻 马币2210 刚刚有提到 它配的这个都是胶带的 主要这个NY0138 跟NY0139 最后这两款 那只有这两款 NY0138 这个夜光表盘 跟这个胶带的这一种 铁枪黑灰的 是有刚刚小刚 开箱的那一个 那个表 那个氧气筒 它的那个氧气筒 是非常的特别的 就是用这种铁枪 黑灰的这种氧气筒 然后又要配上这个 这个金色的这个硬币 它这种限量的这种 限量的这个 这个号码的这种保卡 那只有这两款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小刚刚刚开箱 哇 这么特别的这个开箱 这个组合 那你一定要留意这个 这个NY0138 跟这个NY0139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支表 非常多表友最关心的 这个尺寸的部分 表到表友是49mm左右而已 哇 这个非常的棒 以一个44mm的表格 这个规格来讲 厚度也 小刚量是大概12.5mm左右了 不过这个官方写是13mm左右 那这个 它的这个表 脚带 表带的部分 是用一个20mm的表带 跟之前一样 没有更改 这也非常的赞 因为20mm 我个人觉得可以配 非常多的这个表带 那这个表镜 这个表克的部分 也是跟之前一样 没有更改 也是一样用的这个44mm的这个表克 那再来说一下它这个 规格 性能的这一些更新 这一些升级 在这个2021年全新第四代的这个钢铁河吞 到底有哪一些 我小刚想讲了 第一个最想讲的就是基星 因为小刚自己拥有第三代 甚至我也有拍过 我有测评过第二代 所以我很记得很多表友给我的这个回应 这个feedback 跟这些网上的讨论 那他从第二代又没有这个手动上链 没有这个秒停功能 那去到第三代 就是小刚自己拥有第三代的 也是一样没有秒停的功能 不过多的这个手动的这个商链 那来到全新这个第四代 2021年 今年所最新的 他换了这个 这个细铁成 这个自家的这个基星 这个更改了 升级它的基星 8204的这个基星 哇 这里非常的惊喜 又结果现在全部通通都给了 通通都有 秒停的功能 这些 这个 手动的商链这些 一次过 现在完完全全都有 哇 这个真的是 而且又有限量 又有很多很美的表格 有这个硬币 这些 这个那种很特别的这个限量保卡 这些 哇 让我真的是很有 很想收一支 而且非常多的这个惊喜 非常妒忌啊 因为我自己第三代是没有这些嘛 所以第四代的朋友 恭喜你哦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而且价格也是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更改哦 那维持在那个价位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 可以大大的大力的去 占一下这个 这个细铁成的这个 福顾啦 这个钢铁合囤 这个这个表款 那再来就是 但是没有更改 而就是一样啊 他也是 防水200米 这个ISO6425 而且这一次表示 真的是ISO6425 国际认证 这个ISO认证的这个 200米这个 防水的这个防水表 今年就多了这个 JIS 防磁啊 这个日本 Japan Industry Standard 这个 基本的这个防磁 Antimanetic 这个防磁的这个规格 哇 这边也是非常的赞 以一个潜水表来讲的话 那也是一样用的这个 蓝宝石镜面 背盖的部分呢 还是跟之前一样 没有做更改哦 也是一样刻了一个 哎 质感手感都非常好的 也非常经典的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ProMaster 福顾啊 就是有这个名字啊 钢铁河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背盖这边就刻了这个 Puff鱼 这个河豚 这个鱼啊 在后面 而且你摸下去 它是刻下去的 这个手感是 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会看到 它后面就写着 它是Asia Limited Edition 啊 Diverse 200米 这些啊 通通都刻在背后 刻在这个背盖这边 小钢手上是没有全钢链的那个款式 不过以这个胶带的款式呢 整个表的重量呢 大概是在105克左右啦 以一个44mm的表款来讲 是绝对非常非常的合格 那这个ProMaster Fugu啊 钢铁河豚啊 身为一个专业潜水表的规格啊 当然是不得不提一下 它的这个夜光 这个表盘啊 面盘的部分啊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嘛 所以你看我们放大之后啊 第一眼你会看到 以这个价位来讲 我敢讲啊 它是绝对做的是及格的 那你看它质感完完全全是 是非常的好的 你会看到 非常的有质感 做到那个表盘 面盘的部分 而且这个秒针啊 你会看到黑色表盘 这一款啊 它的这个秒针 前端啊 还用了一点点红色 红色来做这个配色的 那主要你会看到 这些index啦 它的这个夜光这些刻度 都是以白色来做这个配色的 所以它黑底配这个白 那所以你看到 你在阅读时间的这个方面啊 完全就是非常的容易啦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再说到 那你放大这个全夜光表盘 这一款啊 我个人最喜欢就是这个橘色 橙色的这一支针啊 有点点那种好像 啊 劳力士explorer2的那个 大橘的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感觉啊 那其实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只不过放大之后 还有一点让我 哎 心动了一下啊 这个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那配这个橘色的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分针啊 哇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整个全夜光的表盘呢 你会看到放大之后啊 质感还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好啊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那再来你看到 下面都一是一样 有标注着这个 它的logo ProMaster这个logo 写着这个Automatic 就是说这个是自动表 Diverse Diverse就是证明它是这个ISO 这个潜水认证的这个规格 200M的这个 这个规格 那再来你看到 夜光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全夜光 甚至是这个普通的这个 呃 不是全夜光的这个表盘呢 它这个夜光的部分都是非常的光亮的 而且还挺持久的 就还蛮持久的啦 它这个小刚把玩的时候 它这个夜光这个亮度 那最后小刚来分享一下啊 自己的这个心得啊 那主要今天这一款啊 我个人觉得啊 最最羡慕最最忌妒的 就是它这个机星的升级啊 那用了这全新的这个机星啊 哇有这个秒听啊 手动商店这些都有 因为我自己的第三代是没有嘛 所以这让我真的是非常的妒忌啊 而且这个限量啊 配了这种 它给的这个配件啊 这一些啊哇 都是让我真的是 非常的妒忌啊 非常的恭喜啊 第四代的朋友啊 买到这个全新的第四代 那再来就是 它用了这个铁枪黑灰的 也是我在之前是没有看到过的 这些都是 我个人觉得第四代啊 非常多的一些 驚喜啊 给小刚 那留意小刚的影片 下一集小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铁城啊 CITIZEN 全新2021年 所推出这个 高方式的这个 潜水表 而且还是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太金属的 用这个非常轻的这个 这一支表款 那它有一个名称叫做 深海交龙啊 深海交龙 哇 这个质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我留守小刚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